Hello,大家好,我是海帅 今天分享给大家一个清汤牛肉面的做法 今天做这个面是结合潮汕风味 经过好几次改良 最符合我们家口味的清汤牛肉面 汤底肉香味十足 没有一点异味 而且喝一大碗也不会感到油腻 下面就来分享其中的诀窍 买来的牛肉和牛骨泡一晚上去除血水 中间换两次水 这个是泡好的牛肉 我们冷水下锅焯水 再次去除它的异味 下入葱姜和两勺高度白酒 等水烧开后撇去浮沫 煮五分钟 然后捞出用热水清洗干净 找一个大的锅 放入牛骨和牛肉 一次加勾水 中间不可以再添水 放入姜片和黄酒 水烧开后再次撇去浮沫 然后转小火煮四个小时 期间我们准备一下一会儿要用的小料 切一些香芹碎 香菜碎和香葱碎 再切一些蒜蓉 再准备一点蒜头酥 蒜头酥的做法就是把蒜切成小块 然后炸干 炸成青黄色 把白萝卜切成一元硬币厚度的月牙片 然后锅内烧水 放两勺盐 把白萝卜焯一下水 去除萝卜中的异味 水烧开后30秒左右 萝卜变得有些透明就可以烙出了 然后淘洗干净 用水浸泡备用 牛肉汤快煮好的时候放一根葱段 然后我们给牛肉汤调一个底味 放两勺白胡椒粉 两勺鸡精 两勺味精 四勺盐 然后尝一下看看烤味怎么样 我这个有点淡 所以又添了一勺盐 这个汤底要稍微透出一点咸味 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下面 葱段煮大概10分钟左右捞出来 不要在锅内一直煮 会影响汤的味道 时间到了以后 我们把牛肉捞出来 然后把牛肉切成厚片 面最好选用劲道的细面 下好后 过一下热水 然后捞出来 放入牛肉 牛肉丸 倒入牛肉汤 撒上香芹碎 香菜碎 香葱碎 蒜蓉和蒜头酥 再放上几片白萝卜 这道清汤牛肉面就做好了 汤清味浓 吃了就停不下来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别忘了给我点赞关注 我是海帅 感谢你们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